现在我们讲另外一个主题 就是平衡 恩典和律法 我希望你们留意听 这个是非常宝贵 非常重要的教导 恩典和律法 恩典是什么呢 恩典是什么 是神为我们所做的 来祝福我们 神创造万物 是恩典 耶稣为我们定死 是恩典 圣经寄给我们 是恩典 神为我们有奇妙的计划 是恩典 神有很多恩典 这个恩典是我们的动力 因为神的里面 是有丰盛的恩典 好的 律法是什么 律法吩咐我们要尊重 我们应该尊重的 神爱人 不要犯罪 帮助人 传福音 都是神吩咐的 这个是对的 没有错的 我们都应该尊重律法 但如果你整天都是说 我要尊重 我要尊重 我要不要犯罪 我要 我要传福音 我要祷告 我要做什么 我要做什么 总是做 没有恩典的话 你就会很累 如果你整天都说 我要教养孩子 我要煮饭 我要读书 我要做作业 我要帮助人 我要传福音 整天都是我要做 我要做 我要做 你会累 我的力量 不是说 我要做 我要传福音 我要讲大 不是这样 我的力量不是从这里来的 我的力量从哪里来的 神喜悦我所做的 祂欣赏我所做的 祂给我力量 祂给我智慧 所以我的力量来自 恩典 但我有的恩典做什么 我就遵从律法 我就传道 我就帮助人 为人祷告 辅导人 我常常都辅导人 这是我整天都在祝福音 我去遵从神 但我的动力不是说 我要做 我今天要讲几堂课 我不是这样想着的 我是想着 我有很多恩典要分享 让你们享受神 我告诉你有两种基督徒 一统是什么样 我要做 我要做 很累 人都不听话 不开心 有没有见过这样的基督徒 一边释奉 一边埋怨 很累 做得很苦 很苦 很辛苦 这样的话 是不是 做基督徒更困难 是不是 但我是说 做基督徒必定有神的能力 神的恩典 神给我力量 神给我计划 神很喜悦我所做的 所以神在笑 当我释奉神 神因我喜乐而欢呼 西方亚书三章十七节 他很开心 所以我也开心 哈利路亚 哈哈哈哈 所以我有动力 释奉到我临死的一分钟 我快要死了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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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刚刚出现 我说 耶稣祝福你 耶稣与你同在 哈 哈 哈 我最后一分钟 还是想着 怎样祝福人 我不会说 啊 耶稣 我快要死了 我能不能够停下来啊 我会说 不需要 因为我喜欢释奉神 我喜欢尊重神 因为神给我很多恩典 他不停地欣赏我所做的 他不停地给我力量 他不停在笑 所以我也笑 明白这个恩典 推动我们尊重神吗 很多人从小的时候 去被律法控制 为什么呢 很多父母去对孩子说 你要听话 你要听话 你不听话 我打你 打你 打你 你没有用啊 你很蠢啊 你读书考试 都是律法 你要做 你要做 你做得不好 就惩罚你 这个是律法 长大 你的家众 可不可以充满恩典 孩子 我喜欢你 你很宝贵的 耶稣也喜欢你 你祷告 神就喜悦 我也开心 你尊重神 神也喜悦 我也喜悦 你可不可以用恩典 推动你的父 你的儿女 也推动你的气急 你的丈夫 我的气急对我做什么好的事情 我都欣赏他 我们都互相关心 我一天多次的与他沟通 我都是常常令他开心的 都是常常用恩典 这样的话 这个是恩典推动 然后我们就尊重神 好了 然后律法告诉我们神的审判和惩罚 圣经有说的 你不尊重神就有惩罚的 亚南尼亚和撒菲拉 他们欺骗圣灵 马上被神击打就死了 在出去教会的时候 神可以审判的 律法里面有审判 但在恩典中神赦免我们 帮助我们 所以你犯了罪 不要停留在律法 你再进入恩典 神啊我犯了罪了 求你赦免我 求你除掉我的罪 赐给我平安 神很喜悦的 祂很愿意 这样赦免你的罪 第三 律法是用惩罚来推动人赠宠 就是说我不正宠 我就是又恶又懒的仆人 就是很惧怕 但神不是想我们这样 神想我们是喜乐的 开心的侍奉神 开开心性的 好像大卫怎么说 大卫说 有人对我说 我要去一花店 我就欢喜 大卫 好像小孩子一样 他去玩 但有人对他说 我要去一花店 我就欢喜了 为什么 因为他喜欢神 他来到圣殿 他经历神的同在 他看到神的荣光 所以他很喜欢去圣殿 他很喜欢去亲近神 这个是我们可以 不是用惩罚推动 是神的爱和恩典来推动的 然后律法是提醒和警告 不应该是主要的推动力 主要的推动力 不是说律法 就是说不要 不要去这样的动力 我要不要犯罪 犯罪神就惩罚我的 我要遭遇得更加厉害 不是 这个是动力 但是次要的动力 不是主要的动力 主要的动力是恩典 我尊重神 爱神 神就喜悦 所以我愿意尊重神 我离开罪神就喜悦 所以我愿意离开罪 这个就是主要的动力 所以恩典 应该是主要的推动力 被律法推动的人 是怎么样 是在压力之中 有些人是这样的 在教会师父 我们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这个情况 教会中不同的人 他们会说 这个人做得不够好 他不爱主 他不专心祷告 你做得不好 有没有见过这些基督徒 常常用律法 批判人 你没有做好 你没有做好 这些人 给你什么感觉了 你就在压力之下 是不是 你没有做好 没有做好 我会这样说的 我会这样说 神很想祝福你 你尊重神 神就喜悦 我不会说你不听话 神就惩罚你 我不是用惩罚鼓励你 我是用恩典 推动你 你做什么尊重神 神都很喜悦的 所以恩典去被爱来推动 乐意和轻松去赠宠 我很乐意 我很轻松 很轻松去赠宠 神 被律法推动 做得不够好 就内疚了 里面就觉得 我犯了罪了 我软弱了 但被恩典推动 神会赦免我 接纳我 我继续去做 我做得不够好 如果做得不够好 不要紧 我马上悔改 我现在改过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 我们活在这种状态 我听过有些人 他们就说 我有犯罪了 我有又一年了 这些不好的一年又来了 我要骂人了 他们就去看到这些罪 但我会说 你看到这些罪就悔改 马上悔改 神就喜悦 你就努力去改变 神看到我们犯罪 他不喜悦 我们就说 我又犯了罪了 我又犯了罪了 神不是想你这样 你说我犯了罪了 求神赦免 神就很喜悦了 神就开心了 其实你们用手机拍的更简单 不用写 手机 如果你有手机 律法推动容易有失败感 我又犯罪了 我又骂人了 我要做得不够好了 这是用律法判断 但被恩典推动 我尊重了神 因为知道神间 我就有成就感 所以耶稣说 一杯凉水 神就喜悦了 什么意思呢 你做最小的 这是你要其他地方做得不够好 你做最小的 我已经喜悦了 这个是神了 人是怎么样了 孩子考试不合级 父母就骂他 然后他努力考试合级了 父母还说什么呢 你还是要努力啊 你几几六十分 不够好啊 他就努力 八十分了 父母还是说 你做得不够好啊 你要再努力啊 总是要努力 有一天他一百分啊 父母说 你不要骄傲啊 你下一次都要一百分啊 都总是要求 是不是 但我们可以这样说的 孩子 你有进步了 非常好 你有进步了 你继续努力 我欣赏你 神也欣赏你 你的生命就提升 但有些人说 这样的话 人就会懒惰 有些人就说 他永远都去称赞我 欣赏我 我就放 懒惰了 我就不需要这么努力 但我告诉你 当你真的明白恩典的时候 你真的明白 我做什么好事 神都喜悦 我就愿意做更多 事情 是神喜悦的 我就尽量去找更好的方法 去侍奉神 这个就是 有恩典推动的动力 永远都说 我愿意为神做更多 我告诉你 我愿意为神做更多 我见的人在我旁边 我都鼓励他们 与他们沟通 我可以进下来 安静一下 休息一下 但我不选择这样 我是选择 常常都对人说好的话 律法推动 常常与别人去比较 他比我好 哎呀 我不够好了 但我们可以这样说 我现在已经进步了 感谢主 我要些少进步 感谢主 我继续努力 继续进步 这样的话 我们就整天在这个平安喜乐的状态 被恩典推动 容易去欣赏和称赞别人的努力 有努力 这个孩子都去写 写我的 我所讲的 非常好啊 你很乖啊 这是欣赏 欣赏任何人做的好的地方 看到就开心了 你也在写是不是 感谢主啊 哈利路亚 这样的话 欣赏他会更有动力 更有动力去做的更好 不去比较 很多人会说 对老公说 你看别人的老公啊 他们赚很多钱啊 你看别人的老公 对他的老婆讲的好啊 你还是不好啊 还是对孩子说 你看别人的孩子啊 他们读书也好 有孝顺 什么都做得好 有些人就说 别人的孩子更好啊 但其实就不会鼓励人的 所以我们就说 神啊 帮助我们看到孩子好的地方 就欣赏他 鼓励他 这样 称赞 欣赏 然后 容易与 这个律法之下 就容易想与别人 竞争 比较 竞争要比较好 其他我们是这样 我帮助 愿意帮助别人 愿意去帮助别人 做得更好 这是说 我不是比较 不是竞争 我是帮助其他 神就使用你啊 在天国里面 不是好像在考试 在考试是怎么样了 有些人读书是这样 我知道怎样读 怎样考试 考得好 我不要告诉人 读书的时候 有些时候会这样的 但我们在天国不是这样 在天国 你越帮助人 你的分越高 你帮助人 做得更好 你的分越高 神越喜悦你 神就欣赏你 所以我希望你们都是这样的 常常赎上神的恩典 常常更有喜乐 然后 律法之下 推动的 就是容易批判自己和别人 啊 我有犯罪了 我有做得不够好了 我告诉你 我以前讲道 讲完道 那我会想什么呢 啊 刚才有一句话 应该不是这样讲的 我以前讲道的时候 有些时候会 啊 刚才 应该可以 另外的方法去讲 但我现在不是这样 我现在说 这句讲错 没有问题 最重要的是 我有努力去做 尽力去做 我 虽然有地方可以改善 不要紧 上一次我会改善 这样的话 我就不去批判自己 我去欣赏自己 哈利路亚 我想问你 你听到这个律法 推动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恩典推动 你是律法推动 还是恩典推动 你平时是怎么样的 是整天都说 我要做 我要做 我都做得不够好 啊 我做的都不是大事 都没有用了 还是说 我做什么好事 神都喜悦 开开心心的 我想问你 你是哪一种基督徒了 你能不能够改变 开始活在恩典中 常常活在神的恩典 我整天是神喜悦的儿女 我告诉你 你醒过来 这样说 耶稣现在看着我 我看着他 我赞美主 我欣赏主 神就在笑了 你醒过来 你就说 我赞美主 神就在笑 我也笑 哈哈哈哈 你能够这样生活吗 有些人觉得 太难了 怎么可能这么正面呢 有没有提问 你们觉得难吗 不难 什么不难呢 你知道我说什么吗 什么不难啊 刚才我说的是 被恩典推动 是什么意思啊 你明白吗 被恩典推动 就是说 醒过来 耶稣在看着我 每一天 神在我前后 环绕我 按手在我身上 续篇139篇5节 你在我前后 环绕我 按手在我身上 神永远地在我们前后 环绕我 按手在我身上 这些圣经的话 但很多基督徒 没有从这个得利 神是每一天在服势你 耶稣为门徒洗脚 耶稣整天在感动你 带领你 帮助你 圣经有没有这样说啊 他就藏在我的里面 叫我们借果子 是不是 他整天在帮助你 我用这个比喻啊 我要给你力量 你很宝贵 你很重要 我要按手在你身上 祝福你 我要祝福你 我很爱你 神就是这样 整天服势的 整天服势我们 从我们在母腹里面 就保守我们 直到我们见神的面 在天堂还是永远服势 为什么呢 在天堂我们还是充满喜乐 充满爱 这些爱喜乐从哪里来的 从神来的 祂还是不停将祂的爱 祂的喜乐 涌流进我们的心里面 神 永远在服势我们 你想一想 如果你见到耶稣 耶稣常常在你旁边 耶稣常常在你旁边 在陪伴你 帮助你 常常在你旁边 你会不会说 哇真好啊 耶稣常常陪伴我 你会不会这样 其实耶稣就在你旁边 我什么知道呢 圣经说 另外我记忆到 我赞美主 阿雷路亚 神就在我旁边 神就在我心中 我的心里面就有平安 我就知道这是从神来的平安 阿雷路亚 我就平安了 我正是活在 神这个保护祝福里面 你们能够吗 我们现在站起来 你试试相信 现在神在祝福你 我们现在站起an 给我们是封住的 魔或也许 天主 啊 caus女 derechos 神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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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两种唱的方法 一种就是口唱 一种是这样 看着我 是真的从心底出现 去享受神 整天在这个状态 难不难啊 不难 因为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 祂是单方面的爱我们的 以前我们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 祂已经单方面爱我们 所以祂是永远的爱我们 永远的服侍我们 我们就说有神这样爱我 我什么都不需要惧怕 我是在被爱的状态 常常被爱 这个就是活在恩典中 好了 现在试一试 真的享受神 享受神这种方法 闭上眼睛 闭上眼睛 每天都可以这样的 因为我们有神这样永恒地爱我们 我们是蒙福的 但他们不知道 他们活得好像孤儿 他们以为神很远 其实神就在我们旁边 前后挽绕我 你在我前后挽绕我 安守在我身上 你永远千悲服侍我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 我享受你 神在永恒地服侍我们 你在我前后挽绕我 现在打开不要写 有多少人觉得很平安舒服的 请你举手 好了 我们再赞美一段时间 让你们享受 享受的心态 就想着耶稣现在 在你前后挽绕你 按手在你身上 就好像这样 耶稣在围着你 按手在你身上 祝福你 这样 哈利路亚 想着耶稣对耶稣说 你在我前后挽绕我 按手在我身上 你永远千悲服侍我 我感谢你 我享受你 我享受你 耶和花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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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前后挽绕你 按手在你身上 你就越来越尽力 啊 这个 在后面 啊 党弟兄后面的姐妹 昨天 你没有来的 是不是 你过来 过来 过来 你昨天是没有 是不是 哈 啊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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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一起祷告 我要让 我要为他一边祷告 一边享受神 对着我 享受神 我让他经历一下 闭上眼睛 每个都闭上眼睛 哈利路亚 你过来 你过来 替我拿这个麦 每个闭上眼睛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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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就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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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就 咱们就 耶稣 咱们就 耶稣 哈利路亚 咱们就 耶稣 很爱我们 耶稣 现在陪伴我们 你在我前后 挽绕我 按手在我身上 祝耶稣 爱我 祝耶稣 爱我 祝耶稣 爱我 圣经上 告诉我 祝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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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祝耶稣 圣经上 高 祝耶稣 祝耶稣 耶稣 祝祝耶稣 耶稣 哦耶稣 你同在令我完成 耶稣 哦耶稣 耶稣 哦耶稣 你同在令我完成 哈利路亚 感谢天父 请问你在祷告中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经历 有什么感受 心灵身体有什么经历感受 是的 有没有觉得 我感觉 心有被触动 触动 感动 这是神的爱 有没有平安轻松啊 因为一直以来 我就是像被律法推动的 这个状态 但现在这个时刻 有没有平安 要被恩典推动的话 是不是说 你要主动去追求 圣灵的充满 是的 有帮助 有帮助 充满了你之后 就有自然的 这种 不是 不会自然的 言论圣灵充满 还是在律法中 去选择相信 圣经的话语 圣经说 我在你前后 完绕你 祝福你 按手在你身上 圣经说的 可以坐下来 圣经说的 我相信 神在欣赏我 一杯凉水 祂也 祂也 不能 叫我们不能不得赏击 是神允许的 是抓住神的话语 相信 站在这个圣灵充满的状态 神的同在 你有没有觉得轻飘飘 好像打个手 摇动 有没有留意身体的摇动 这个是圣灵带来的 你有没有留意到 你闭上眼睛一下 耶稣 噢耶稣 耶稣 用你的爱 充满他的心灵 阿们 用你的爱 充满他的心灵 噢耶稣 你同在 令我 完全 你可以坐下 坐下 哈利路亚 是不是有这种平安 轻松 这个是圣灵带来的 你保持这个圣灵 我直接会讲到 圣灵充满 但很多圣灵充满 还是很多律法 他们很多时间祷告 但很多律法 但我希望我们在恩典中 神是很想祝福的 你就享受神 耶稣在爱我 我就开心了 你刚才经历神的平安 我们在 其实在祷告 再会经历更多的 你留意上 你留意上 你再闭上眼睛 留意上 你用心灵 好像飞到神那里 好像你的里面 飞到神那里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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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elu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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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 有没有觉得轻松平安 这个是圣灵带来的 也是身体舒服 是不是轻飘飘的感受 不然的话 我这个时候应该会很紧张 是的 不需要紧张 可以回去 好的 那我问你 是不是能够活在神的恩典中啊 你的里面现在是很轻松 还是很难啊 要不需要你说的容易 但我做的很难啊 你是不是这样想了 你很简单 感谢主啊 你很怪 其他人呢 是不是觉得很轻松啊 神是帮助我们的 所以整天都想这些经文 你读很多圣经所说的话 神这样祝福我们 神这样耶稣为我们定死 耶稣这样关心我们 接纳我们 饶恕我们 所以我希望我们都去活在恩典中 被爱的状态 我用一个比喻 你有没有在外面吃饭 看到有些儿女跟父母的情况 有些儿女跟父母一起很开心的 很开心笑啊笑啊 但有些孩子跟父母一起很紧张的 不感动 因为他必定要尊重他的父母 否则他的父母会骂他打他 但有些孩子跟父母一起很开心啊 也会与他的父母一起 拥抱一起啊 将他的手放在父母身上啊 就很轻松的 坐在父母的大腿上啊 都是这样轻松的 你就知道这个父母对这个儿女很多恩典 是不是 你的儿女跟你是不是这样呢 我希望我们都是 与人的关系都是这样 在恩典中 你就活得平安轻松 在神 神其实爱我们很大 祂在祝福我们 祂很大的祝福 但很乱不相信 所以很乱活得好像孤儿 我很惨啊 我很苦 很多痛苦啊 我很多麻烦啊 他们都是想着这些麻烦 所以我鼓励你 活在神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军村